议会使得这个1.41亿的这个平均递钱基金需要超支并结算处理 等于是帮这一个前朝擦这个屁股 我希望我们这一个局长能够认知一下 接下来我们请赖议员赖家威 刚才我们杨议员的咨询提醒了我们台中市政府一件事情 就是前朝的超支并结算的案例实在是不少 那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这是100年到103年度台中市政府 各附属单位基金的超支并结算及补助补办预算的次数 那大家在这里看有关于我们地震局总共有三个基金 一个是四地筹划基金一个是平均地权基金 一个是区段从征收基金 在这里超支并结算跟补办预算的次数加起来 共达了30次 而是我们全台中市政府的第一名 第一名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现场的交通局 也有12次 当然我们都看到了环保局有28次 但是因为不在现场他是第二名但是他不在现场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现场有两个局处 就一个高达30次一个高达12次 所以说本期要说的事情是在这么高的一个补办的次数跟超支并结算的次数里面 全部啊全部只有100年到103年 前朝啊超支并结算的次数总共就高达了62次 然后补办的预算次数就高达了42次 原来我们以前的我们那么多的建设就是从我们的这些平均地这些基金里面来的 就是从这些基金里面来的 超支并结算的金额啊非常的庞大 而且显示我们各基金啊并未依规定来复实 来编列预算啊 我们是应该要审慎的考量业务的实际需求 加强经费的执行的一个控管啊来提升我们预算的执行的绩效 而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啊 然后用走后门的方式再一直来从基金里面掏钱出来使用 前朝是这样子用啊也真的很方便啊 我们议员管不到啊 台中市的审计处啊 他每年的审计报告啊 就是刚才写的就是本席讲的那句话 超支并结算金额庞大显示各基金未依规定复实编列预算 应审慎考量业务实际需求加强经费执行之控管 以提升预算执行绩效 每年都这样写 每年都这样写 但是台中市政府每年还是这样做 每年都乱编预算 每年还是超支并绝算 每年都这样子乱花我们文明的血汗钱 副市长 这个东西本席要跟你说啊 这个 这个东西啊 实在是 因见不远啊 因见不远 因见不远 这个真的很重要 所以本席要跟你讲三次 为什么 因为啊 这公帑不能乱花 我们看前朝就知道 这欧白开下场啊 就是 大概就是像之前这样 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大概你也看得出来啊 过去的台中市政府 就是因为这样子 规避我们议会的监督 浮烂的掏空基金啊 随便的超支并绝算 随便就补预算了 补办预算 本席是认为说 各局处这样子 本席认为我们各局处应该是加强预算的执行跟控管啊 不是去掏空基金啊 去掏空了那么多基金 那么是不是 我们这样子去挖光了我们台中市的财产 我们把所有的债都留给了子孙 而我们掏空了那么多 像刚才杨艺元讲的 我们把铺子区段征售钱 全都挪来了 平居地权 然后再把那个平居地权基金的钱挪去其他地方使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其他单元的 接下来其他重划的 我们都一样比照办理 无鬼搬运 全都搬来 去平均 平均地权基金来使用就好了 那以后我们台中市政府的财务状况 到底会糟糕到什么程度 我们是不是其他的预算 一样这样子搞下去就好了 那么我们台中市到底会多么的糟糕 不敢想象啊 所以说真的我们要严格控管我们的预算 让我们的财务状况可以透明化 给我们一个给我们的子孙一个好的财务 健康的财务状况 让我们的子孙了解什么叫做饮水吃源 市政府应该知道公帕得来不易 尤其是这个月啊是我们全民都要缴交所得税的月份啊 在这种时候真的要帮我们民众省钱 而不是让我们让大家花公堂炉流水 这是又要追加地震局平均平均地权基金的钱啊 这笔账实在是应该挂在前草啊 副市长你说对不对 要求财主单位今后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支出 所以这笔账实在是挂在前草对不对 回去会跟财主单位讨论这件事情 副市长请坐啊 希望未来啊 如果说我们市政府有要办每一笔的超支并决算啊 每一笔的补办预算啊 都应该要谨慎啊 不然我们议会啊 一定是要追究责任啊 不会轻易的再放过你们啊 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因为都没有 因为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监督 我们监督不到啊 所以本期才会称之为无鬼搬运啊 副市长你了解吗 就是这样子乱搞 所以说我们市医院会有